后面一个问题 它是如果 见到有人举这牌子写道 交五块钱就可以让某某法师给你在极乐世界登记个名字 我们应该怎么办 是把他赶走呢 还是不理他 有很多人去交钱 我也愿意去交钱 这个好事情 问题我们要问他 他有什么保证 这个很重要 如果他没有保证的话 到时候不对线 那我们的钱不是不得偏袭吗 一定要有保证 决定要能够兑现 他要拿不出保证出来 那我们就不相信他了 他的保证是什么 这是很明显的在骗人 那受骗的呢 也都是好心 很难得 都是好心 想到极乐世界的吧 这个极乐世界修学很困难了 能够花五块钱 就可以 这个买到一个通勤证 这是太容易了 这五块了 五万块我都愿意去买 是太容易了 就是这样 这是太难了 太难了 我们迎接下六块了 谢谢大家